一对夫妻在街上紧紧抱在一起 女子边喊边哭 丈夫把她搂在怀中安抚情绪 两名全副武装的防疫人员 站在一旁待命 准备将人装箱带走 抓起来了 进去了 看到没有 哇 太可怕了 我不喜欢抓进去 可是他们生病了 所以他们要去哪里 父亲孩子目睹这对夫妻 被带进祸事后的白色铁箱 感到疑惑又害怕 而当箱子被关起来的那刻 这名女子开始撕心裂肺的哭喊 气力惨叫声回荡在整条街上 这个悲痛场面让人看了不惊鸿的眼光 疫情持续蔓延 中国民众一有出现疑似武汉肺炎的发烧 呼吸道症状 就会立刻被装箱隔离送医 网友看了影片纷纷无奈留言 根本不把人当人看 在暗黑的密闭空间里该有多恐怖 没有人该接受这样的非人对待 的确温 感谢观看